李采華2月中出發去北海道滑雪 一路到這一天才回香港 簡直是見證著日本疫情的爆發 這次回程他乘飛機都做足準備 不怕 因為我們買了魚褲 即是穿了魚褲 還有那些帽子 遮蓋臉 即是連臉都遮蓋 口罩 還有在床上做化妝 全部都鋪了 一張好像床墊一樣 是的 其實我們收到消息的時候 都很想知道究竟是哪個地方 可能好像香港那樣 哪個地方會有什麼事 但是又查不到 但我們全部人都很貴身 出身後都戴口罩 總之人家碰過的東西都會噴光 所以身體已經是最多清潔用品 噴噴東西 濕紙巾 口罩都戴幾款 就是不同的地方 但是買不買多口罩 因為他們都搶 基本上是買不到 全部都是沒有了 那個位置 是沒有了東西 可能偶爾會有幾包 但裡面可能只有一個 或幾個 留在北海道兩個星期 那老公又有沒有很擔心你啊 其實都 一開始的時候 都擔心的 對 後來因為晚晚都跟她 視訊號 所以她看到我都健健康康 還吃了很多東西 應該就知道我沒什麼了 沒什麼了 對 基本上都 還可以的 我覺得 因為已經沒有什麼人 老公放下你們兩個星期 對 因為她都要工作 而且她現在還沒回來 她應該遲些會回來 我想十天後左右 她當然在北京工作 那不是要隔離嗎 對 回到來就在家隔離 那你沒有跟她保持距離嗎 以我知道她應該都沒有去到哪裡 所以都還好 因為她就算是要工作 但可能她也是電話或上網 那些